程德君,Joyce是香港的一個家庭醫生 第五波疫情期間 她支援無國界醫生的疫苗接種計劃 又掌瓦斯演繹 有個爸爸跟我說他有雷鋒濕病 擔心自己不可以打針 他說自己一個住 很怕一個死在家裡沒人知道 另一個爸爸家人不想他打 他很怕打針會被家人罵 在深水埗 我遇到很多獨居或雙老的家庭 他們覺得找不到人去傾訴這些憂慮 或者我們還年輕 不會想到打針的背後 可能有很多的心理負擔 我們的角色就是提供一個渠道 給他們說自己的憂慮 再看看怎樣幫他們分析、理解 讓他們安心 以及引導他們去看他們選擇的是甚麼 當你多角度去理解病人 這件事就會變得很立體 你會明白他們背後的故事 他們某些選擇為甚麼會這樣 我曾經在烏江達參與一個結合病的治療項目 當時整個療程要兩年 病人每天都要來到診所 有一個病人堅持了半年 突然就沒再出現了 她的病友跟我說 她不會再來 她是貨車司機 她一去開長途車就幾個月了 原來她兩個女兒快要讀書了 而她因為這個病都很久沒工作 就算她知道不治病會死 她都想為了家人去養家 在醫生的角度 會覺得她很傻 但是她生存的地方 賺錢養家就是她的需要 小時候總是想得很大 想可以為了一個世界做些事 到經歷多了 就會明白原來改變世界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每個人在不同的崗位盡力 例如聽下白白的憂慮這些小事 對她來說已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同一時空我們忙於生活 同一時空他們忙於生存 七七同一時空救援正在線上 7月7日毛國界醫生日 你一日的付出幫助我們延續救援